特A級的杏鮑菇慢火問烤 烤得滋滋作響 店家不時得用刀子劃開 塗上醬汁 一方面入味 另一方面也是要確保杏鮑菇內外都熟 因为光这厚度就足足有近10公分厚 吃店家的招牌特色 因为我们是慢慢烤 而且我们主要是因为大汁 所以我们把它烤 就是属于说把它割开 所以它这样子吃的进去它里面 所以不会说完全 就是像说杏鮑菇都完全没有味道 这样子 这种烤的杏鮑菇由于体型实在太大 要吃它还得靠牛排刀叉相当特别 而另一道杏鮑菇料理叫做素棒棒腿 大小一样比鸡腿再大一些 先烤后炸让杏鮑菇锁住水分和炭火的味道 炸的话是因为我们把它烤半熟之后 然后它的汤汁已经保留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在把它裹个粉下来炸 随便说外表酥酥里面很柔软 很好吃 很像那个棒棒腿很像鸡腿一样 很像是肉 有时候小孩子会以为它是肉 实际上它是属于说像杏鮑菇这样子 新设的是菇类的菇香 业者不惜种姿 选用特A级大小让杏鮑菇有不同吃法 而另外店内还有提供杏菇汤和香菇香肠 没有胃素和化学药剂 让民众到这吃菇大餐安心无负担 记者里讲的中产刀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